亚太报道 而共和党仍控制着参议院 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 是否会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呢 在亚律师王全璋的家属 与西方驻华外交官会面 希望各国外交官 能够旁听王全璋的庭审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 新闻战线的前总编胡新 跳楼自杀身亡 西安一家资产超过千亿的国企 竟然由一群既无专业背景 又无工作经验的80后 甚至90后掌管 以上就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6号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 使民主党重新夺回了 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而共和党则巩固了 在参议院的多数优势 这个选举结果将如何影响 美国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呢 今天本台记者希望的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结束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颖 在11月7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 回答有关美国中期选举 是否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这个问题时表示 中期选举是美国内政 中方不予评论 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进行的中期选举 那么中期选举是美国自己的内政 我不做评论 我也不能做评论 否则又会被解读为 任何可能有意干预的行为 路透社11月7日的有关报道说 刚刚取得国会众议院 多数党地位的民主党 将致力于改编共和党 对特朗普总统外交政策的放手态度 并将推动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 以及朝鲜的强硬立场 但即将担任国会众议院 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的 民主党纪众议员 艾略特·恩戈尔表示 民主党还可能要求行政当局 在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等国 动用武力等问题上 必须首先获得国会的授权 但在诸如有关中国和伊朗等热点问题上 恩戈尔表示 民主党无力改变现状 美国迈阿密大学亚太和中国问题专家 德勒耶尔女士表示 这次中期选举的结果 不会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 因为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对中国的国外扩张行动 和国内镇压异议人士 和少数民族的行为都很愤慨 在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 针对中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多多逼人的军事和经济行为 和它不遵守贸易协议的做法 以及中国政府针对国内 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和少数民族 进行人工智能监控和严厉打压等 都非常气愤 因此民主党和共和党 在强硬对待中国这一点上 立场相同 香港英文报纸《南花早报》的报道也认为 虽然刚刚结束的美国中期选举 使特朗普总统失去了共和党 在众议院里的多数党地位 但有影响力的民主党议员 一直在支持他针对中国 所采取的贸易制裁措施 因此共和党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党地位 其影响将更多地体现在美国国内政策上 而在美国的反华情绪有望持续下去 并继续影响美国针对中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旅美中国学者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指出 美国的这次中期选举结果 显示了美国选举制度的平衡功能 但它不会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贸易措施 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平衡 在我看来是一个比较好的事 因为川普他本身就是一个非传统的政治家 大家一直担忧就生怕他把美国引向歧途 那现在假如说有这样一个资深经历的像 Nancy Pelosi如果在当议长的话 那么美国再出现大的方针政策上偏差的话 那就不能说是因为川普一个人所造成的 南华早报说中期选举造成的美国新的政治格局 也许会迫使特朗普总统争取尽快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 结束贸易战以便集中精力聚焦国内政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英美等国驻中国的外交人员 星期一和709大抓捕中被捕的律师王全璋的家属会面 家属要求各国外交官争取旁听王全璋的庭审 而另一位709案被被捕律师余文生的审查起诉期限再度延长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推特上载照片 指他与另一709家属王俏领 星期一与英、美、德国、加拿大、欧盟、瑞士等国外交人员见面 交流了王全璋案的情况 并递交了致各国大使的信件 信函援引消息指出 由于官派律师已会见王全璋 预料案件即将开胜 促请各国大使向中方提出旁听要求 至于对方有没有答应 李文足就没有直接回答 啊 抱歉 这个不好说 因为各国一直在关注和提示 你说别人非得给你一个什么样明确的保证 这个是不合适的 他们肯定会一直在关注 关注王全璋案件 也是很关注的 在那个普遍审查的那个会议当中 美国和那个英国都就是明确提出了王全璋这个个案 要求释放王全璋 澳大利亚外长盘恩星期三期展开在中国的访问 他早前曾表示 与中方官员会面期间将就新疆人权状况表示关切 外界关注他会否趁机与李文足等709家属会面 很抱歉 这个问题我不方便回答 2015年7月 大陆当局大规模拘捕维权人士及律师 其中只有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王全璋 仍被羁押 家属聘请的律师从未获准与他会面 代表律师刘卫国 表面上是王全璋本人委托 但外界普遍认为是当局一手安排 而709案另一被捕维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燕 星期三在律师常博洋、谢洋、卢廷格陪同下 到徐州市看守所及徐州检察院 要求会见当事人及阅卷 均无法如愿 最新收到的消息 该案的审查起诉期限又在延期 本来是11月3号到期 结果他说 让我11月20号再打电话问情况 从我家属的角度 一次一次的延期和退捕 对余文生和对我的家庭 其实是一很不人道和很残酷的一件事情 其实709的很多案件 他们就是用采取这种方式拖时间 余文生今年7月 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审查起诉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成立不到两个月的中国律师后俱乐部 遭受重大挫折 广西当局星期一 以俱乐部违法为由 要求拆除俱乐部的牌匾 与此同时 俱乐部中的四名发起人宣布集体退出 原因是俱乐部的行动 事前没有咨询各核心成员 今天记者高峰的另一篇报道 广西南宁十多名政府人员 包括多名公安 星期一闯入中国律师后俱乐部办事处 要求发起人秦永沛 拆除俱乐部的牌匾 他认为公安上门滋扰 与俱乐部公开声援 早前被撤销律师职业证的陈科云有关 广西上礼拜天在广州开个会 有一方律师去开会 信任整科云律师 接受笔录后 秦永沛决定把牌匾用布料覆盖 虽然事件暂时平息 但律师后俱乐部正面临更严重的危机 俱乐部五名史创成员当中 有四人同时宣告退出 包括今年年初被吊销律师职业证的隋母亲 秦永沛认为 俱乐部需要有胆量和敢做敢为的成员 隋母亲退出说明 他和俱乐部的成员不是同道中人 相信事件对俱乐部的运作不会构成影响 而隋母亲声称 自己虽然是律师后俱乐部的发起者 却从未参与俱乐部的活动 更重要是感受不到应有的尊重 据说当天也有很多个律师在广州 职业律师以律师后的名义来发声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妥当的 至于发这个声援 这个陈克云的声明 我倒认为没有问题 我只是觉得从一个尊重或者是一个告知的角度来说 你都应该告诉我们 他说不能接受律师后俱乐部的处理手法 认为与人权律师的原则背道而驰 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律师来说 作为人权律师 其实特别看重的是个人权利和这种基本的规则 否则的话 我觉得跟我们要反对的那些人和事有什么区别呢 他否认自己退出与俱乐部受到当局滋扰有关 中国律师后俱乐部今年9月底正式在南宁成立 当时约有30名成员 计划为大企业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以及为老百姓提供法律援助 目的是延续受打压法律人的事业 解决他们的经济需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中国记者节前夕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杂志 新闻战线前总编胡心 于6号下午在报社跳楼自杀身亡 享年66岁 有网络媒体引述消息说 胡心生前已患抑郁症 然而网络流传胡心自杀的原因 都被网管删除了 今天本来记者乔龙的报道 11月8日 中国记者节前夕 本周下午1点左右 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原总编辑胡心 从该报社36号楼19楼跳楼身亡 当晚相关信息在微博流传 胡心跳楼后 报社致电120救护车赶到现场 证实胡心已死亡 网络消息指胡心生前 疑患疑郁症 相关贴文其后被删 但新浪网和部分新闻网站也引述了这消息 一位自称是胡心同事的网名 留言称 前几天在报社卫生所遇见胡 见他面色憔悴 问他怎么样 他说失眠 老睡不着觉 另有传媒界人士转发消息称 胡心轻身的原因只留下怨天堂没有不开心 也有人引述多名人民日报报社内部人士的话说 胡心生前患有抑郁症 本台记者周三致电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单电话无法接通 公开资料显示胡心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 拥有硕士学历 1990年进入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 曾任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 理论部部务委员2008年底调任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社任总编辑 北京自身媒体人吴先生周三对自由亚洲电台说 新闻战线杂志社在内地并未受到关注 胡心也非活跃人士 外界对其所知甚少 以前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 因为新闻战线相对来说 他这个专业一点嘛 只是针对新闻业界的人士 倒是没太注意 昨天就看见了 个别群里面有人说 但是没有好像太引起大的反响 新闻战线创刊于1957年12月 由新闻界主要负责人组成编委会 以全国际协机关刊物的名义出版 编辑部和办公地点设在人民日报社 实际编辑工作人员由人民日报负责 1966年6月文革爆发被迫停刊 1978年12月恢复出版 该刊宗旨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路线 传递新闻改革信息 交流新闻实践经验 研究新闻写作技巧 探讨新闻理论课题 反映新闻战线动态 有报道称 胡新工作能力极强 新闻战线曾连续三年 在中国新闻奖评选中 获奖总数据中国新闻专业刊物之首 在第19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 胡新领导的新闻战线包揽新闻类文类一等奖 在第20届21届中国新闻奖评选中 新闻战线所获新闻类文类一等奖一个 二等奖四个 占总数一半 另获三等奖三个 这次胡新跳楼自杀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 贵州媒体人周先生对本台说 除了最近频繁发生官员因抑郁症跳楼 还有就是本周四是中国记者节 明天是记者节 记者节 记者记嘛 而且这个死法现在越来越多了 这次胡新证明是他有思想 人说越有思想越痛苦嘛 比方说王国伟的死 老舍的死 文革期间那么多有气节有明节的人都选择了死 以死抗争 这个事情可以看出来 我们的舆论环境有多么的精彩 近期中国大陆官场不时传出官员自杀的新闻 10月20日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坠楼死亡 10天后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李志斌在休息室自禁 其后官方指死者有抑郁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西安一家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的大型国有企业 最近公布的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 有无专业背景甚至无工作经验的80后以及90后担任 其背景引起网民的质疑 有网民表示 目前大学生就业难 刚毕业就进入国企董事会 真不可思议 今天本台记者乔龙的另一篇报道 西安高新控股公司董事会成员名单本周在互联网广为流传 在名单中年纪最轻的董事会成员朱岳现年23岁 董事长总经理李田现年34岁 9月4日西安高新控股召开股东会公告显示西安高新控股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法定代表人为李田 并选举赵雪莹朱岳出任董事李田 1984年出生34岁大学学历曾担任西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员工 赵雪莹1994年出生24岁大学学历曾任银行职员 朱岳1995年出生23岁去年才冲大学毕业 无工作资历 该公司财务报告显示 截至2018年6月30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1270.38亿元 净资产403亿元 负债867亿元 陕西电视台前记者马晓明 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民众有权利知道这家国企董事会人选是怎么产生的 像这样一个有如此巨额的资产的这样一个国有企业 叫这三个年轻的女性担任高层的重要领导职务 问题并不在她年轻不年轻上 在于她选和任命这几个人呢 这三个人呢 是不是按中共自己定的国有企业的主要人员的选拔程序和标准 西安高新控股公司成立于2003年 主要经营开发区内工业地产 物业管理 污水处理 基础设施建设等业务 西安高新控股在发行文件中称 该企业由2015年至今年3月末 营业利润持续为负数 但获得多种政府补贴2015年及2016年 获得政府补助约14亿元 安徽网络人士沈良庆对本台说 目前大陆失业率高 即使是大学本科毕业都难以找到工作 上游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西安高新区控股有限公司前董事长 原为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 因该公司以财政局基本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因局长无法再担任董事长 所以就安排若干年轻人在台前代为履职 上游新闻称 新任的年轻高管不是三人 而是十人 其中七位董事 三位监事 全都是80后 90后 中国新闻网报道 本周一凌晨西安高新区管委会 就国企任用年轻高管仪式发布声明称 高新区财政局违反管委会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任用的相关规定 擅自变更企业法人代表及董事 经研究决定免去王静杰西安高新区财政局局长职务 声明称 本次舆论关注的李田等三人并无特殊家庭背景 整个任职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打招呼等违纪违规现象 不过三名受到争议的高管已被停职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台海两岸领导人会晤的所谓习马会 至今已经三周年了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举办研讨会 提出不排除统一 不支持台独 不使用武力的新三部政策 还批评蔡英文造成了两岸的敌对局面 今天本台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马英九基金会7号在台北的台湾大学 举办马习会三周年政策研讨会 两岸关系何去何从 马英九致辞表示 三年前的今天 他和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 穿越66年的时空伸手相握 建立双方领导人对等尊严的对话模式 并联首为九二共识背书 认定它是两岸共同的政治基础 可是蔡英文政府不认同九二共识 等于片面废纸协议 官方互动终止 冲击台湾民生经济 政治外交 两岸如同扣仇 马英九说 马英九提出两岸政策新三步 马英九重申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并强调一中各表是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 马英九呼吁 不少陆生出席研讨会 并争相与马英九合照 两位来自山东的大学交换生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南眼兴奋 其中杨同学有话对蔡总统说 杨同学关注九合一选举 希望国民党能够胜出 对马英九的论点 陆委会发言人秋锤正说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庄瑞雄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如果台湾的生存 只是嘴巴喊喊九二共识 连自己的国格都不需要去顾忌到 这种口号三岁小孩他都会喊 那马总统卸任以后 其实可以好好去享受一下国家 给他的卸任总统以后的一个待遇 也不用去对国家的一个政情 这样子指指点点 他那种统一的情节浓得化不开 未必台湾的民众可以接受 庄瑞雄强调 蔡总统并没有破坏现状 所有国际上应尽的义务 没有一项台湾不试着努力去做 唯一就是不愿意接受 对岸设定的政治前提 向北京磕头不屈从一个中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台北报道 中国在美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大张旗鼓的渗透活动 已经引发了当地人士的高度警惕 和强烈反弹 相比之下 中国在欧洲却润物细无声 贸易投资先行 成功影响欧洲多国 在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 却至今还没有引发太多的舆论关注 接下来请听揭秘中国锐实力的特别报道 第十一集 本台记者林平邀请学者专家 讨论分析 中国对欧洲政界的影响和渗透 中国并不是在对美贸易战中频频吃瘪后 才开始重视欧洲的 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多个欧洲国家深陷债务泥潭 中国趁机加大 在欧洲的贸易投资 进而影响欧洲国家 在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希腊 债台高筑的希腊政府 无奈出售国有资产 中国资本也大举进入希腊 2008年 央起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获得希腊最大港口 比雷埃福斯港 23号集装箱码头 35年特许经营权 2016年 中原海运集团 又购得比雷埃福斯港务局 过半股权 接管经营该港务局 除了港口 中国还积极进入 希腊的能源市场 2017年6月 中国国家电网公司 收购了希腊国家电网公司 24%的股权 参与希腊国家电网公司的 规划 财务 建设 技术 等方面的经营管理 作为中国投资的重要接收国 希腊知恩图报 在国际舞台上支持中国 2017年6月 由于希腊的阻挠 欧盟未能安援计划 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 发表声明 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 路透社相关报道 引述希腊外交官说 雅典阻止了对中国的 非建设性批评 并表示在联合国之外 欧盟与中国单独对话 是更好的讨论途径 希腊并非反对 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 唯一欧盟成员 匈牙利于2012年 加入了中国 与16个中东欧国家 共同建立的16加1合作机制 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 一带一路协议的欧洲国家 去年 中国和匈牙利的双边贸易额 已突破100亿美元 深知与中国经贸往来 重要性的匈牙利 多次反对欧盟 在人权问题上批评中国 2017年2月末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日本等11国驻华大使 联名致信中国公安部长郭生坤 要求公安部 对709案多名被捕律师 激留期间遭受酷刑 进行独立调查 《华盛顿邮报》相关报道 引述不具名外交官员消息说 由于匈牙利的阻挠 欧盟未能集体签署 这封批评中共当局 虐待狱中律师的联名信 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所 研究员马晓月认为 中国在欧洲的活动 加剧了欧盟内部 早已存在的分歧和问题 因为欧盟在许多领域 遵循共识原则 通常只需要让一个国家反对 抗争 欧盟就没法发联合声明 因此你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后果 对于中国在欧洲影响渗透活动的目标 马晓月分析说 我认为中国的长期目标 是通过赢得关键位置上的人 来改变公众舆论 继而获得支持中国政策和立场的盟友 短期目标则是对中国的政策提供现场支持 或者阻止任何被认为是不符合中国利益的事情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亚洲和中国项目副主任杜茂之认为 在与自由民主制度的竞争中 中国并没有主动向外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而是比较被动地等在那里 等国外受到吸引的政治力量 跟它发展关系 匈牙利跟希腊和欧盟有一个比较负载人的关系 因为希腊是关于它的国家 匈牙利是关于它的整个这个意识形态 它为了让欧盟意识到了它的这个立场 所以是现任政府 正好是就是跟中国发展的关系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说中国是一个选项吧 所以这个不是中国自己主动地去发展的一个关系 无论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等待 中国显然已经把捷克总统泽曼 变成了自己的铁杆盟友 2015年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赤资10亿美元 参股捷克JNT金融集团 收购捷克啤酒公司 航空公司 足球俱乐部等 华信能源的董事长叶简明 还被聘为捷克总统泽曼的经济顾问 叶简明的发家史充满神秘色彩 有海外媒体说 他与中国军方有联系 作为总统顾问 叶简明不仅可以影响捷克的对华政策 还能接触捷克和欧盟的机密 引发一些欧洲人士的担忧 积极拥抱中国投资的 杰克总统泽曼 在涉华问题上高度保持政治正确 早在2013年1月 泽曼就在竞选总统的辩论中誓言 如果他胜选 将不会与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会晤 2015年9月 泽曼参加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 70周年阅兵式 是出席该活动的唯一欧盟国家首脑 2016年10月 杰克副总理帕维尔·别洛布拉戴克 等数名官员 与到访当地的达赖喇嘛 举行私人会晤 为平息中国政府的不满 杰克总统泽曼 总理索伯特卡迅速表态 他们没有会见达赖喇嘛的计划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亚洲和中国项目主任 法国外交部政策规划委员会顾问 顾德明认为 中国已经成功影响了欧洲很多国家 在西藏 台湾等问题上的立场 例如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毫无疑问 中国已经成功阻止 欧洲政府会见达赖喇嘛 会提出西藏问题 从政治角度来看 台湾越来越孤立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 与台湾交往和贸易都会失去中国 更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成功地阻止了 28个欧盟成员国 就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统一的反应 贸易投资不仅是中国讨好其他国家的胡萝卜 也是中国惩罚反华政治势力的大棒 2010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颁给当时仍在狱中的中国艺人士刘小波 中国政府随即展开报复行动 搁置与挪威的双边贸易谈判 挪威的三文鱼产业跟着遭殃 在中国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两国交恶六年后 挪威和中国终于在2016年底宣布实现关系正常化 挪威显然吸取了教训 在中国人权问题上转而保持沉默 2017年6月 刘小波癌症末期就医的消息传到外界 挪威政府回避媒体有关刘小波问题的提问 也不参与国际社会释放刘小波的呼吁 刘小波去世后 美加等国立即发声明表达哀悼 呼吁中国立即结束对刘小波遗孀留侠的软禁 挪威政府仅发了一份向刘小波家人致意的声明 顾德明认为 在欧洲 中国已经成功地利用经济杠杆 消除了很多批评中国的声音 在中国认为是核心利益或关键因素的领域 他们通过经济影响确实取得了成功 以防止他们所谓的欧洲干涉 这实际上是在阻止批评 并阻止我们的价值观的表达 德国的中国研究学者马晓月认为 通过贸易投资 中国在欧洲政界的影响力正在上升 对于中国俘获欧洲政治精英 让欧盟通过有利于中国 但未必符合欧洲利益的声明 马晓月深感担忧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的 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制作的 揭秘中国瑞实力特别报道的第十一集 谈中国如何利用贸易投资 影响欧洲各国的对华政策 下一集将讨论中国在欧洲的战略收购 和一带一路 欢迎收听 英语里有这样一句话 It's a dirty job But somebody has to do it 意思是说 这是个脏活 但总得有人干 然而乐意干这个脏活的人 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没错 就是比尔盖茨 详情请听记者希望的报道 比尔盖茨在11月6日举办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上说 即将问世的新世代厕所综合采用了多种创新技术 能实现人类粪便的粒剂分解和灭菌 并产出清洁的水和可以在户外安全排放的固态化肥物质 法新社的报道说 比尔盖茨在博览会上介绍了几种不用地下水道 而且容易装置的尖端马桶技术 而中国近几年来也正采取措施 改善他臭名昭著的厕所 这个努力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为厕所革命 报道说 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和最积极的慈善家之一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通常是很繁忙的 但当他手拿一贯人份出现在新世代厕所博览会开幕市场时 人们感到颇为惊讶 盖茨的这个举动是为了引发人们关注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那就是缺乏厕所 他指出 缺乏厕所使发展中国家的大众 时刻面临着由粪便传播的病菌带来的各种疾病 中国第一财经网的报道说 比尔盖茨在博览会上还强调了 新世代厕所为企业界可能提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新商机 盖茨基金会2011年推出了厕所创新大挑战后 在全球范围内征集创新方案 盖茨基金会过去七年里已投入了2亿多美元 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新一代无下水道连接的厕所技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华盛顿报道 自由亚洲电台亚太报道 韩国从上周末开始大面积的出现雾霾 政府还发布了警报 虽然造成雾霾的原因很多 可是大部分韩国人认为 来自中国的雾霾正在对韩国造成最直接的影响 对此 韩国舆论要求政府出面与中国进行交涉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今天本台特约记者刘水从首尔发挥的报道 韩国气象厅发布雾霾注意警报之后 环境部提醒居民出门时戴口罩 并且尽量少出门 政府还下令税公务员 根据车牌尾号进行单双号运行 并限制老旧柴油车的运行 首尔市气候环境本部长黄甫院所 他说首尔市与环境部 仁川市和经济道在进行紧密合作 为市民的健康 将采取一切措施和最大努力 也希望市民们予以积极配合 但是降低PM2.5数据的并不是这些措施 而是星期三的一场阵雨 将雾霾数据降到35以下 由此解除了这一注意警报 不过注意警报的24小时期间 共有256人向青瓦台网站请愿 要求政府通过外交渠道 与中国一道解决雾霾问题 这一请愿的前提是 他们大部分都认为 韩国的雾霾主要来自中国 这一说法也有一定的根据 据韩国气象厅的数据 上周末半岛周边的风速为 每秒一米左右 雾霾值是19 星期一刮起西北风之后 这一数据飙升到 发布注意警报的35 首尔地区一度达到93 但是这一说法也不完全正确 因为在无风的星期一上午 也就是在没有中国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 韩国的雾霾值从19快速上升 专家指出 这是韩国的汽车尾气 利用煤炭的火力发电 以及产业界的排污 所造成的雾霾 为了解决这一席北风带来的雾霾问题 韩国和中国在今年6月 联合组成了中韩环境合作中心 同意共享两国的大气数据 并进行共同研究 但是成立了已经四个多月的 这一合作机制 并没有发挥预期的效果 韩国环境财团律师实现英说 他说中国方面承认他们的排污量大 但是就对韩国所造成的影响 和提供数据方面 他们的合作很消极 据了解 韩方希望获取中国36个地区的大气数据 而中方对此一直表示 在进行整理 纸巾尚未提供这数据 让韩国方面担忧的是 中国政府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战 决定暂时放缓今年的排污管制 因此韩方担忧 今年来自中国的雾霾 会比去年更为严重 气象中心的攀击成熟 他说我们气象在受中国影响的情况下 今年冬天的雾霾 有可能会比往年更为严重 为了解决来自中国的雾霾 韩国民间团体还考虑起诉中国和韩国政府 希望通过司法程序改善雾霾问题 但是依照国际法 国家不能作为民事被告 所以这构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流水 首尔报道 韩国化妆品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 一直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青睐 但是韩国方面的分析显示 在经过了萨德风波的两年期间 中国市场的国产化妆品正在崛起 韩国化妆品在该市场所占的比例出现了萎缩 今天本台特约记者流水 发自韩国首尔的另一篇报道 通过媒体报道 我们可以接触到中国代工 在首尔免税店排长队购买化妆品 和为了先购买和购买更多化妆品 在免税店内动手打架的场景 这些都是韩国化妆品在中国受到欢迎的证据 据免税店业界表示 中国有客人数在2017和18年 出现明显的减少 但是免税店的销售额却反而增加 这也是韩国化妆品受到中国消费者青睐的铁证 但是另一份调研结果显示 在中国拥有130多家化妆品商店的RG 因亏损于今年5月关门 自然共和国 Tony Moly和The Face Shop等韩国品牌 陆续地在中国缩减开设的实体商店 他们虽然表示会更着重于英特网销售 但是却被认为是销售量萎缩的结果 最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是 韩国最大化妆品企业 艾美丽太平洋的股价 在今年5月达到356,000韩元之后 最近跌到19万1,000韩元 跌幅是46% 韩国舒明大学教授徐荣九说 他说中国已经模仿和学会了韩国的化妆品 另外一点是 韩国化妆品没能继续推出一些 让人感到新颖的产品 没有以前的新鲜感 从首尔观察的中国化妆品市场 可以看到白雀林、仪叶、布莱雅和焦兰家人等 中国产品的崛起 韩国中北大学教授崔祥叔叔 他说我认为中国化妆品在技术上最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只要质量和效果可靠 消费者都会首先选用国产化妆品 韩国化妆品业界认为 在萨德风波之前的2016年 韩国化妆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从达到30.7% 在经过萨德反制的两年之后 对占有率下跌到20%以下 目前只有19.5% 最近中国政府对前往韩国团体旅游松绑之后 首尔明洞也逐渐出现中国游客 但是购买韩国化妆品的游客 不再像两年前那么踊跃 一家化妆品店的服务元素 以前真的很多人 但是最近没有那么多人购买化妆品 人均购买量也在减少 萨德风波是韩国政府在去年3月 允许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因为该系统的X波弹雷达可以观测到中国的军事动向 因此中方采取反制措施 禁止韩流明星在中国国内的活动 韩剧被下架 团体游客被禁止前来韩国旅游 近两年的这一反制措施之后 在中国市场排名前四的现代汽车被挤出了前十 三星手机从26%的中国市场份额跌到0.8% 韩国企业在中国设厂制造的汽车电池被中国新生能源补贴排除在外 从上述数据来看 韩国化妆品也受到萨德风波的影响 并且损失惨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水首尔报道 俄罗斯媒体在中国珠海航展的第一天就对外曝光 说中国展示的中国合资CR-929客机 抄袭了俄罗斯一家设计局的方案 新日本的特约记者刘新宇的报道 中国珠海航展在11月6日开幕 除了诸多军事武器装备之外 航展上还首次对外展出了中俄联合研制的民用CR-929宽体远程客机 备受外界关注 因为这是中俄双方一直对外高调宣传的合作项目 也是中俄全力投入 占领本国市场后击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 抢占国际市场重要份额的希望 但就在珠海航展的首日 有俄罗斯媒体爆出丑闻 一家俄罗斯设计局在媒体上发表声明说 中国展出的CR-929客机的设计剽窃了他们的方案 该局曾在2015年在上海向CR-929客机招标方 提供了自己的设计方案 之后遭到拒绝 但没想到该方案被中方偷偷窃取使用 俄罗斯观点报在11月7日对此做了详细报道称 该设计局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马克希姆·库金 在谈到中方的抄袭行为时 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 库金表示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文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 对于这种无耻的抄袭行为 我感到非常的震惊 如此重要的项目 如此知名的参与者 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还表示 但我们不会为此采取法律措施 因为这绝对是没有用的 我们看到了对方高层的做法 如果他们能有这样的行为 就说明未来的合作是没有希望的 俄罗斯媒体评论称 追究剽窃设计方案的法律责任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只要改变一些斜律边角就可以成为是自己的新的设计 此前也曾有鞋合和苏联图144之间相似性的知识产权诉讼 最后不了了之的例子 此次在珠海航展上 中方对外展示了C2929客机的前段机身全尺寸样品 包括了机组舱和三个等级乘客舱的布局展示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 C2929宽体远程客机计划在2025年至2027年间开始生产 但俄方合作单位也透露 该客机研发成本巨大 俄罗斯联合飞机制造公司总裁尤里·斯刘萨里对此透露说 他说 我们不否认C2929的研发成本巨大 希望能够在之后的15年到20年收回成本 但该设计仍会继续生产数十年 此外 C2929客机的发动机仍未确定 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代表团团长 维克多·克拉多夫在珠海航展上对媒体透露 C2929客机所用发动机的研发至少还需要十年时间 发动机的生产时间很有可能将晚于客机 所以在第一阶段 C2929客机将不得不使用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发动机 指责中国珠海航展上的展品 剽窃技术的并非只有俄罗斯媒体 日本产经新闻11月6日也报道称 在珠海航展上展示的中国最新式隐身无人机 彩虹7的外观也涉嫌剽窃了美国的X-47B实验机 并指出北京有可能是通过网络窃取了相关技术 此次北京希望借两年一届的珠海航展 来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科技研发能力 但是俄罗斯等国媒体却爆出剽窃丑闻打脸北京 使中方努力塑造的形象大打折口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刘新宇综合报道 在接下来的评论单元里 请听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彪的评论 题目是联合国人权机制对中国有效吗 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入WTO 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举办奥运会 引入互联网会毫无疑问地使中国走向开放社会 人们一直以为中国加入联合国人权条约 可以受到国际人权标准的约束 推动中国走向法治 于是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被选入人权理事会 因为在中国从事人权和民主活动 我曾多次被秘密警察绑架失踪 比如2011年2月19日 我被绑架并关押70天 期间受到严重酷刑 当有西方代表向中国政府提及我的案件 中国政府的回答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滕彪没有受到抓捕 讽刺的是 2011年3月3日 当外国记者追问 有关禁止采访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具体 法律条款时 外交部发言人江瑜的回答却是 不要拿法律当党剑牌 曹顺利2013年9月14日准备赴日内瓦 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普遍定期审议时 在北京机场被警方带走后失踪 半年后始于监禁 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要求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对曹顺利进行默哀 但被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 质疑并粗暴阻止 多名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中国人权捍卫者 至今仍在监狱里 包括人权律师王全璋 从2015年被绑架失踪超过三年 外界才获知他的下落 至今仍未受审 人权观察今年公布了详尽的报告 中国对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干预 包括了中国政府阻拦民间组织参与 对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活动人士的打压和报复 操控民间机构的认证过程 阻拦某些人权议题的讨论 操控普遍定期审议机制等等 中国一直收买和联合人权记录糟糕的国家 在联合国的人权论坛上兴风作浪 正在对中国进行的普遍定期审议 是第三次对中国的审议 但国际社会向中国提出的 仍是同样的最基本的人权问题 2014年3月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报告中 中国接受了252项建议中的204项 其中包括言论自由 宗教自由 保障律师和人权捍卫者权利等等 但很显然 中国只是说说而已 谁信谁就错了 中共加大对律师、NGO、宗教、少数民族 互联网和知识界的镇压 修改宪法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煽动个人崇拜 同时建立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极权主义 DNA采集 人脸识别 声纹识别技术 红膜识别技术 大数据 密布的街头摄像头 网络监控 社会信用体系 人工智能 秘密警察 如此等等 中国对人权和自由的侵犯 早已不受边界的限制 除了间谍、政治贿赂、孔子学院 对西方媒体的渗透、网络攻击、支持独裁政权之外 甚至发展到境外绑架 本次对中国的普遍定期审议是观察国际社会维护人权价值的能力和意愿的重要指标 联合国的公信力、人权理事会的合法性都将遭到考验 有没有办法遏制中国政府在国内示意的大规模的压制人权的做法 为什么人权理事会中挤满了人权状况极为糟糕的国家 我们对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恶意操控、破坏规则 在境外侵蚀自由、侵犯人权的做法 是否继续无动于衷 自由亚洲电台所有的评论 只代表评论员们个人的意见 不一定代表本台的立场 听众朋友 在这次的亚太报道结束之前 我们来关注一些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国在瑞士日内瓦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审议时 美国代表发言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天网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以及维权律师王全璋 据了解黄奇的健康状况近日进一步恶化 而王全璋则已经失踪120多天 至今无消息 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 7号发布紧急呼吁 关注9名参与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核心成员 国际特赦呼吁各界公开致信香港特首 律政司司长以及香港的立法会主席 敦促港府撤销对9人的指控 停止以政治目的起诉和平抗议者 为了响应习近平早前的呼吁 要民营企业家安心在国内投资经营 广东省发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鼓励民营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 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 支持民营房地产企业整合医疗养老教育等资源 向城市生活配套服务企业转型 美朝对话似乎再遇到了挫折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突然宣布 推迟了美朝高级官员的会谈 但没有就此做出具体的解释 好 听众朋友 这次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华汉 我是嘉远 谢谢你的收听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